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国昌今天回应 查不到金流就开始人格毁灭吗 不过黄国昌怎么知道检方查不到金流呢 北检日前申请扣押金华城的土地获准 认为不法利益111亿多元 属犯罪所得应与没收 法院也认同了 但北市府对金华城的工地 祭出停勘验不停工的手段 这是在放水吗 蒋万说今天会发函法院确认是否停工 堂堂一位市长不敢决定停工 还要问法院吗 而民众党骂蒋万安 尾巴摇狗 都还没有看到裁定书的内容 为何这么积极配合呢 还炮轰北检 强扣土地这个大帽子 自甘堕落 沦为政治追杀的鹰犬等等 民众党现在是自外于台湾的司法吗 另外赖总统在国庆晚会上的祖国论 国民党有人骂废话 有人批莫名其妙 没人把中国当祖国 但国民党有不少人 的确是把中国当祖国 这些人到底是骂给谁看 跟谁表忠呢 还有基隆市学院会今晚举办谢果良的罢免案 电视说明会 在经过风灾淹水的灾情后 基隆人对罢免的意愿是不是更高了 最近局势发展这些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建党立委 庄瑞雄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再是桃园市议员约北陈将军 众将好 大家好 资认媒体员邱明宇 众将好 大家好 还是资认媒体员吴国栋 众将好 大家好 好 再是国民党立委叶元芝 众将好 大家好 财经人员徐清皇 众将好 大家好 好 再是立法院荣誉顾问陈伯伟 大家好 谢谢 好 我们先来看了 这国民党议员钟小平预告了 这周刊将要爆料 柯文哲手机的对话记录 有闲尸内容 这个对象是谁呢 这要请教名誉了 就你的了解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这是一个案外案 怎么会流出这样的内容呢 确实这是案外案 而且现在有非常多的版本 好 那就看明天的周刊爆料 会写到哪一个版本 那就我们这个同业之间流传的了 是说大家印象深刻吗 就是上个月检调 不是去柯文哲家里搜查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说柯文哲在厕所里 待了一个小时 然后陈佩奇说 他的老公是在洗澡跟上大号 那现在就我们知道周刊的内容 是说柯文哲当时在厕所里面 干什么呢 就是开始在删简讯 删这个LINE的对话内容 所以不是在删什么金流 是要删这些对话吗 删很多啦 不然你会删一个小时啦 那现在检调 就是把这个所有对话内容 都已经给他恢复了 那其中周刊看起来有掌握的 当然除了金流之外啦 那因为金流大家讲太多了 那可能就是现在有延伸另外一个支线出来 就说是柯文哲 有这个跟第一个版本 是说柯文哲跟记者之间 有这个对话内容 就是比较闲尸的对话内容 当然就是说我们看明天周刊的爆料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周刊采访了之后呢 会去采访一些柯文哲以前的前幕僚 跟他共事过的人 然后就会问这些前幕僚说 柯文哲真的是这种人吗 那他们印象中的柯文哲 当然因为柯文哲的人设就是 那种什么爱家的好爸爸啦 什么这个赚钱啦 什么养家的 那现在如果说这个对话内容 有爆出来的话 哇 那对于柯文哲 不管是金流 金流当然是毁坏他的那种 清廉的人设嘛 那这种 如果说是真的有那种闲师对话内容 是不是连柯文哲这种爱家好男人 尤其不要忘记上个礼拜 陈佩奇在柯文哲积压满一个月的时候 才去讲说好想你 感觉这个夫妻间谍情深 然后又说 陈佩奇当时在开刀的时候 柯文哲还刻意的 就是把墙什么这个降下来 要握着他的手 然后两个人就要形塑说这种 老夫老妻间谍情深很恩爱 那如果柯文哲这种人 另外一面不为人知的人设爆出来之后 哇 对小草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大崩溃 难怪民众长会说这个是人格毁灭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从他之前的这个简讯 从简讯一直到2013年的参会 你可以就想象说 柯文哲的这个形象 就是已经不像外界所说的 就是好像就说一副清廉什么 难怪今天有这个医师 就出来讲说 柯文哲如果真的有外遇 他也不会觉得压抑 这是要柯文哲证明他自己的 因为你讲那个是柯文哲 在当医生的时候 那他当台北市长之后呢 有吗 因为这个有记者去问吴静怡嘛 他就说这个柯文哲一贯塑造自己清廉的样貌 但被揭露的爆点不脱 就是钱跟色嘛 那他当台北市长之后也是这样子吗 那就要看明天周刊爆料的内容 因为周刊我讲的第一个版本是说 他跟记者 那记者就不 就记者的部分是不是指台北市长的时候 有一些这个对话内容 所以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 今天的这个爆料 已经就是对柯文哲在小草心中 爱家好男人的这个人设 我觉得是完全的破灭 是好 我们看到因为这个钟小平预告之后 周刊可能会爆料的这个内容 那民众党的他们就说呢 这个对于柯文哲呢 抹红抹黑之后 现阶段是要到抹黄的这个程度 他说不要侮辱全台湾人民的智商 但其实呢 就是说刚刚这个名语所讲的 柯文哲在当任这个医生的时候 是不是就如此 那再到他当市长之后 是不是也这样呢 到底跟谁有什么样的对话 跟女记者之类的呢 那因为现在也有人加码爆料 爆料就说 桃云市的前议员王浩宇就说 八八会馆 那边有长辈曾经在那边看到柯文哲 那他就说呢 在八八会馆那边能够做什么呢 做什么 基本上呢 那个也会让陈佩奇爆炸的那种 来金黄 现在内容可能是哪些呢 对 那个八八会馆的部分 我先说一下 八八会馆这件事情呢 看起来真实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这跟前面我们在谈的 就是说关于柯文哲 究竟有没有跟女记者 女主播之间 有没有闲思的对话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因为那件事情 这要等周刊爆料完了之后呢 大家再去检视说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但是八八会馆这件事情 来 第一个 你要知道八八会馆是招待会所 第二个在八八会馆的招待会所 里面有哪一些服务 在这几天其实已经有很多媒体人介绍过了 那我就不细数了 那重点是 柯文哲有没有去过八八会馆 柯文哲本人怎么讲的 来我们给大家看哦 第一个因为黄国昌之前呢一直在轰这个八八会馆这个地方嘛 但是柯文哲来你看 这个当时时间是2022年11月17号的新闻哦 2022年11月17号新闻 当时呢柯文哲被爆料说两度去八八会馆 然后呢这个报道上面记者去问柯文哲 然后柯文哲的反应是 报道的标题写叫柯文哲默认 那柯文哲怎么说呢 柯文哲当时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没有说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去过八八会馆 我从来没去过 柯文哲不是这样讲 柯文哲怎么回呢 记者问他 你有没有去过八八会馆的时候 柯文哲的反应是 这个五分钟就吃完了 什么都不知道啊 那什么叫五分钟就吃完了 什么都不知道 你有去就有去 没去就没去嘛 什么叫五分钟就吃完了 什么都不知道 去了又说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很奇怪吗 是然后呢 等于说你有去就有去 你没去就没去 按照柯文哲的个性 没去他一定会告诉你 我就是没有去过 柯文哲一定会直接这样讲嘛 但柯文哲有这样讲吗 没有 柯文哲的意思就是五分钟就吃完了 什么都不知道 那看起来他是要 轻描淡写的 想把这件事情给淡化掉嘛 所以他也知道进出八八会馆 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 不是什么可以拿到台面上 说嘴的事情嘛 所以他要在新闻上 把他给淡化做处理 所以他说五分钟 吃饭就吃完了 这个什么都不知道 但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 尤其在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看了 当然会打一个问号 而且这一件事情 当时呢 八八会馆呢 咬得不放的人是谁 是黄国昌 黄国昌一直要说 你看郑文昌也去过八八会馆 然后呢 这个这么多政治人物都去过八八会馆 当时他就是一直咬着郑文昌不放 所以郑文昌就讲了嘛 你黄国昌如果一直要影射的话 柯文哲 柯主席去过八八会馆两次 那是不是他也是林炳文的麻吉 当时呢 新闻也是在这个地方就直接出来给大家看 所以呢 两篇新闻呢 刚好都证实一件事情就是 柯文哲去过八八会馆 这件事情已经被认证了 所以这件事情不是影射 那所以为什么会去谈到柯文哲这件事情 我们分两个层面去看 第一个是 他当然你去注意一件事情 柯文哲过去所塑造出来的人设是什么 柯文哲塑造出来的人设就是 很爱老婆 然后呢 专心工作 然后对钱呢 都不太管的 都是老婆在管的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柯文哲 在当台北市市长八年的时间 从政经历十年的时间 打造出来的三大人设 爱老婆顾家 然后钱都给老婆管 然后呢 专心工作翁翁翁 三大形象里面是一块骨牌 一块骨牌的倒下 什么叫一块骨牌 一块骨牌倒下 第一个 前一阵子我们不是听到 看到就是关于法院在讲说 柯文哲对于钱的事情呢 看起来他精明干练 巨细米一样 所以钱的事情呢 不是像柯文哲讲的 他都不管 都是老婆管 显然柯文哲对于金钱的部分 他非常非常的在意 这是第一张骨牌倒下去的 那第二张骨牌呢 那请问爱家爱老婆的形象呢 各位如果你有印象的话 柯文哲呢 这个等于说被积压之前呢 还写纸条给陈佩琪哦 所以等于说对柯文哲来讲 一直要营造出来一个爱妻的形象 但是 如果连这个人设都有问题呢 如果连这个人设都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就证明一件事情 过去的你的美好形象 是打造出来的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这个周刊到底 有没有拿到具体的证据 这件事情呢 是大家会 很多人会关心 尤其是你看哦 这从上礼拜六 这个 因为这个是钟小平 他们到友台的节目去讲出来的啦 结果讲完之后呢 哇 礼拜六礼拜天到今天礼拜一 整件事情在社群上面 在萃也好 脸书也好 已经延烧到今天 把2014年的 对把2014年当时的旧账都翻出来了 因为其实柯文哲在2014年的时候 本来就有一份 疑似说是柯文哲写的情书 但是当时他们说 这是谣言 这都是网路的谣言 都是假的 当时已经烧过一次了 可是这次呢 这件事情又把它又在火再重新烧起来 烧起来了之后呢 大家就当然要等着看说 那周刊呢 他礼拜二明天要出的内容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吗 但是里面呢 第三件事情 这也是大家在看的 这里面呢 到底有没有侦查不公开的问题 就会变成是一个大家检视的地方 所以呢 这也是为什么这件事情 知识体大 跟双面认一样 所以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大家在看待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的慎重 金华城容积率弊案呢 北柬日前申请扣押 金华城的土地获准 不过台北市府的态度呢 却是停勘宴不停工 这意思是可以继续盖下去吗 那我们看到台北市长讲完 他就说了 我们等到今天 发函法院去询问 那就很奇怪了 你一个做市长呢 不能够自己决定吗 那国民党台北市議員 秦桧就说了 这就是自保的假动作了 很奇怪 连国民党的议员 都不挺自己的讲完啊吗 来 秦桧你的了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法院都已经获准 扣押金华城的土地 那这块地 到底他们真的是要盖下去吗 停工与否 那个利弊得失要怎么看呢 其实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于检方或是院方的判断 就是这个地方 其实呢 院方当然不会去介入说 去做任何的判断 但是对检方来讲 你这个地方 如果是因为不法 所以多出那些不法的容积的话 那当然这地方 要先停工嘛 那所以这件事情 台北市政府呢 他当然有责任要去做 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现在态度是什么 他现在态度就是 因为不想要扛那个责任 所以呢 对于这个台北市政府来讲 他现在所采取的态度 就是简单来说 就是用六个字来形容 叫做盖越多赔越多 意思就是要你这个 金华城 要你顶月公司 自己知难而退嘛 如果你顶月公司 自己不知难而退的话 你们顶月公司 承接顶月公司的下包商 你们也要知难而退 其实他的意思在这边 等于要他们自己停工就对了 等于说下面的这些包商呢 告诉他们说 你有可能会拿不到钱 因为这个案子拿不到使用执照 拿不到使用执照的话 你们一毛钱呢 可能都拿不到 拿不到 你不如现在就自己乖乖先 停工先撤出 那如果你包商撤出的话 那当然你上面这边 也是盖不下去 所以这个态度是什么呢 他把球丢给呢 这个顶月公司 叫他们自己来接啦 但这整件事情 建造请问当初是谁发出来的 台北市政府发出来 请问20%的奖励容积是谁给他的 是台北市政府都委会给他的嘛 那所以整件事情 台北市政府本身有没有责任 当然有责任嘛 你当初给出了不法的容积 而这个检方看起来 提出的证据 讲一次哦 提出的证据够强 让台北地方法院认为说 对 你这个案子呢 土力就是要扣押起来 因为他的土力的情况很明显 对 证据够强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台北市政府不做任何的动作 这样合理吗 讲完不敢做决定 是怕得罪选金吗 我觉得他是面对 他是面对可能这个厂商 就是这个建商要国赔这件事情 他不愿意扛这个责任 要打官司这件事情 所以呢 你去看哦 今天呢 我们这个礼拜六的时候 其实我就告诉大家了 这个本案 这个就算不停工 到最后被迫可能也要停工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你是下包商 你是他营造商 现在在这个案子 拿不到使用值到大前提之下 要怎么继续盖下去 你都怕可能拿不到钱 结果今天在市场上面 我们给大家看哦 这个沈浸金所属的上市公司有两家 一家叫做中工 一家叫中石化 然后贷款给他的叫做星光银行 星光人寿 结果今天果然台北股市看起来 这三家上市公司呢 股价都不是很好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大家的情况呢 星光金大概是跌0.41% 中石化是跌4.9% 中工是跌4.56% 中工跟中石化哦 尤其中工哦 中工你看盘中跌的其实还蛮深的哦 中石化开盘也跌很深哦 那 顶月是哪一家的子公司 顶月是中石化的子公司 所以中间一度跌到将近8%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跌的深不深 这个中石化的股价 已经只剩下不到10块钱了 股价已经很差了 那我直接问啦 那银行团 有没有可能抽银根 不是没有可能哦 银行团是有可能抽银根的 银行团如果看这样的情况下 还要继续给钱吗 银行团当然不可能继续给钱啊 你去想一件事情嘛 就银行团在本案里面 本案目前看到比较直接的 有两笔钱 第一个是这个土地的部分 它带到了149亿 第二个是等于说 为了要盖这个案子呢 他们用中石化的土地担保 然后去借了一笔钱出来 所以对他们借的钱来讲 银行团一定想说 你这个建案呢 第一个你现在遇到 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第二个 你现在容积率到底是多少 之前你们讲的是 840去跟人家拿贷款 现在你840看起来是不会成真 那20%减掉说 这是不法的部分 所以你的贷款怎么可能 还跟之前陈述一样高 所以对银行团来讲 他的贷款陈述应该给他多少 我问你 请问建价部门 银行团都有个建价部门在评估 请问建价部门怎么评估 建价部门无从评估 没有依据 因为你连到最后能够盖多少都不知道 能不能卖都是个问题 一定是不能卖 因为他现在的产权 因为他不能过户 先循序渐进讲 第一个 副市长李四川说 我们不给他勘验 不给他勘验是什么意思 勘验的意思就是说 他一个楼层干完 你要给他完工勘验 完工勘验完了之后 盖下去了之后 整个盖完了完工勘验完了 再给他使用执照 给他使用执照 他才可以过户 所以当李四川讲出来说 我不给他完工勘验的时候 就代表本案无法过户 你现在去跟他买的人 这个案子是不能过户的 他拿不到使用执照 所以他一定是不能过户的 那既然不能过户的话 你是银行来讲 本案已经走到这个阶段 拿不到使用执照 如果我还借钱给他 然后说要给他继续施工往下盖 我得把钱打水漂 丢到水里面去 所以中江正常的银行团 应该怎么做 第一我不可能再继续借钱给他 第二 之前本来搭银行要借给他 比如说100亿也好 200亿也好 他现在可能动了30亿 50亿去盖 还没有全部都借走 对不对 那其他部分我一定把它扣起来 不给你的嘛 我就把它银行就把它缩紧嘛 就剩下了这个70亿也好 100亿也好 本来搭银要给你的 现在通通都不借给你的 免得我钱继续发生损失的状况嘛 所以呢 抽银跟缩银跟这件事情 是极可能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对于本案来讲 这个对于审刑金来说 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在里面就有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到现在来讲 就这件事情 这个等于说台北地检署 要到台北地方法院去说 这个案子有不法 然后这个案子呢 土地要扣下来 那他证据端上去的时候 请问证明的是谁了 证明的是顶月这家公司 证明的是审刑金的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民众党这时候急着跳出来 破口大骂是为什么 然后破口大骂 而且是骂北检说人 他是鹰犬 骂北检骂北市府都骂 本案是 北检是不是直接做裁定 北检是把证据提给台北地方法院 由台北地方法院来裁定 所以呢当事人的审刑金 没有出来大小声 当事人的这个顶月公司 只有出来说他们会提抗告 结果反而是民众党 用比较形容词 情绪性的字眼说 这个北检是做鹰犬 然后是做政治追杀 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突兀吗 就整件事情 民众党扮演的角色 大家都觉得你是不是跳太快了 你太急的跑出来 反而让人家觉得奇怪 这个你又不是世主 你这个对于跟柯文哲之间的连结 还少了一段嘛 那你们民众党至少在这个时候 如果为了保护柯文哲 还可以说 这个就彭震生做的 这就都委会做的决定 又不是柯文哲做的 所以事情如果是都委会跟 这个金华城相关的话 那请问到底关你们民众党什么事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民众党的反应呢 反而让大家觉得非常突兀 但是本案确实到现在为止 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要走下去的难度非常高 接下去我们很有可能看到的是 停工的状况 有可能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是来我们看民众党的台北市议会党团 他们是怎么讲的 他们就炮轰这个北市府 就说你这个裁定书内容 都还没有看到 所以你们上个礼拜 是已经被尾巴咬狗 民众党团不懂 为何副市长李斯专 如此的积极配合 对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回复 而且他还说 今天柯文哲 明天讲万安 小心回力标 还炮轰北柬 强扣涂利这个大帽子 自甘堕落 沦为政治追杀的英权 明玉怎么看 现在是金华城这个案子 是变成是民众党的什么 附水组织 附水组织吗 还是党产吗 要积极的捍卫他 或是护航他 要马上要什么 要继续的盖下去吗 对我不理解 民众党为什么气得跳脚 好像金华城是他们的党产 还是他们的附水组织 现在赶快积极的 帮金华城讲话 不过回过头来我认为说 蒋市府的态度是非常非常奇怪 他在上礼拜的时候 第一时间 法院不是把金华城的土地 我强调是土地 把它扣押 因为法院也认同检察官说 这个看起来他的 如果说你给他容积率20%的话 看起来这个土地 这个是不乏所得 不乏所得那高达是 111亿7千多万 他认为就是刚好 就是金华城的这个土地 所以把它扣押起来 所以法院是扣了金华城的土地 那盖不盖 其实是你这个 要不要让他盖 地方政府的权责 对 是台北市政府权责 再强调一次 法院是扣土地 那建物的部分 是属于台北市政府 要不要让他盖是 蒋万安的权责 那你还记不记得上礼拜 大家在问到蒋万安的事情 蒋万安就说 我们礼拜一 就今天他们会再去发韩国法院 让他确认 到底是不是要停工 那就很奇怪 事实上大家知道说 10月1号包括松山地震事务所 早就已经寄出财定了 所以事实上你讲市府 10月1号就已经收到财定 你明明就知道 你还故意装傻 还说我要去问台北地方法院 那你早就收到财定了 只是大家那时候在判断说 蒋万安他们 就像刚刚大家分析的 蒋万安不知道怎么做 他担心一方面 如果说你让他停工的话 你会得罪小草 然后甚至得罪财团 然后甚至得罪银行团 有没有 刚刚讲了抽银根的 两万担心的是政治考量 是 那小粉红为什么发疯你知道 他说中华民国 不是早就灭亡了吗 我们不用去理赖清德讲什么 既然中华民国在你眼中不存在 你管我们说什么 对啊 我在我的土地 在我的10月5号的 我们这个国庆晚会上 庆祝我们10月10号建国113周年 那既然你觉得我们已经灭亡了 说句实话